压缩式垃圾车 压缩式垃圾车 它与常规的垃圾车不同的是 它具有可以将垃圾进行压缩处理的功能 这就意味着在同样体积的垃圾车的容量情况下 它所容纳的垃圾将会更多 再加上它的货箱完全密封 清理起来也有自动化清理功能 这就使得它在环卫车行业里 一直属于热门产品 那么这款垃圾车它的操作是否复杂呢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操作方法 当然在操作之前呢 我们需要对这款车型进行一个检查 看看螺丝是否有松动 需要加注润滑油的地方是否都加注到位的 如果没有问题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操作 第一步我们先要打开车辆的总电源开关 然后呢我们就进驾驶室进行操作了 我们上车以后呢就把车辆给启动 然后脚踩着离合 档位在空档的位置上 我们打开取离器开关 然后缓慢地松开离合器 在仪表盘的左侧有一个垃圾车的操作面板 第一个按钮呢便是我们的开关 现在它是亮着红灯 我们长按它会变成绿灯 然后点击装火 我们现在来到副驾驶一侧的车尾部 我们现在呢开始进行第三步的操作 我们打开车尾部的垃圾箱操作盒 第一个按键为单次循环操作 第二个按键为重复循环操作 这里的四个按键呢 对应的是循环操作里的四个工序 这里是照明灯 停止按钮 我们现在按一式单次循环操作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步操作呢 相对应的步骤 它灯会变蓝色 垃圾箱内部呢 也进行了一个单次循环的操作流程 循环操作开关 我们按了一下呢 就会无限的重复单次的流程 需要停止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将它再次按一下 中间这个按钮便是操作 垃圾箱的挂桶架上升和下降的 最下面的红色开关是停止按钮 在任何情况下 按下红色的停止按钮 所有的工作将终止 在车辆的尾端呢 有一个红色的紧急停止按钮 这个按钮呢 是为了避免意外发生 我们按下它 车辆的所有功能 全部停止 再次使用的时候呢 顺着它的箭头 旋转 弹起 所有的流程继续操作 这呢 就是我们装载垃圾的一个流程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将垃圾从车内清理出来 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再次回到驾驶室里头进行操作 现在我们点击卸货功能 清理功能 点击完成后呢 我们第一步需要将后方的翻斗给升起来 我们只需要长按上升的 翻斗上升的开关就可以了 按着不松手 我们现在也长按着推厂向外不推 货抖上可能会残留一些垃圾 按下这个自动清理功能 货抖的清理会自动的进行 在清理完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将它垃圾车给闭合住 我们点击货抖下翻功能 点击货抖下翻功能的同时呢 刚才推回来的推厂 也会自动的往里面收缩 操作完毕后呢 我们记得将电源开关给完全关闭 第一步我们先将操作面板给关闭掉 按一下 然后长按 绿色变红色 这就证明它关闭了 然后脚踩着离合 将取离系开关也关闭 中开离合器 我们所有的操作就结束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